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到养成所 净化养成所 重新获取养成所的控制权 让安布雷拉可以继续培养人才 搞好生产 但安布雷拉高层根本不了解情况 威斯科和威廉刚派出USS部队控制住列车 还没来得及把任务交代清楚 USS部队就轻松被马库斯的水质歼灭 就连他们自己也被马库斯恐吓 这就完全让威斯科和威廉的工作没办法继续开展 同时马库斯造成的病毒泄露 不仅扩散到养成所外的周边森林区域和斯宾塞洋馆中 而且情况还在进一步恶化 根本没有控制住的希望 所以威斯科和威廉觉得病毒扩散的势头既然已经无法逆转 那么就没有必要让安布雷拉拖累了自己 拖离安布雷拉现在才是正确的选择 在被马库斯恐吓之后 威斯科和威廉知道继续待在这里既没有意义 而且还很危险 所以二人已经想好 接下来退路该怎么走 威斯科沉默不语的起身 打算离开这个简陋的指挥室 因为他要去引诱Stars阿尔法小队进入斯宾塞洋馆 让他们与生物兵器战斗 获取T病毒的实战数据 有了数据后 无论是自己单干还是换个下家 都是轻而易举的事 而威廉则对威斯科很不满 觉得威斯科在自己疾病毒研究快要完成的时候选择离开他 非常的不讲义气 说等自己炸了这里之后 就算没有威斯科 自己也会继续研究他的疾病毒 假如威斯科没走 那么之后当安倍雷拉派人去抢疾病毒的时候 威廉也不会死 雪莉也不会成为孤儿 幻雄士更不会从地图上消失吧 之后威斯科在启动缆车的途中发现电源被关闭 于是就先来到了地下处理工厂 启动电源回到缆车后 那只曾经被瑞贝卡和比利击败的T001型实验暴君却跳了出来 威斯科对这种本该报废的失败品不屑一顾 很快就将T001再次报废 不过正当威斯科要离开时 T001又站了起来 威斯科觉得T001也许没有他想的那么弱 最起码保留了T病毒的强大再生能力 但由于天生的设计缺陷 T001的再生能力有限 最终还是败在了威斯科的枪下 击败T001之后 威斯科来到了天文台 通过天文台的通道来到了养成所 这时养成所的生物兵器似乎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一些僵尸的皮肤开始变红 手部也开始变一出尖锐的力爪 而且速度也有了增强 不过最终威斯科还是利用地形 成功逃离了养成所 来到了下水道 只要离开下水道 他就能够彻底逃离养成所了 离开下水道 威斯科来到比利和瑞贝卡弄翻列车的地方 遭遇了希尔改 希尔改曾经是苏联时期的红军上校 后来苏联解体 希尔改就职于斯宾塞 斯宾塞收留着他 希尔改非常感激斯宾塞的职与之恩 所以对斯宾塞忠心耿耿 他也很快就成为了斯宾塞的得力助手 后来在研究暴君的时候 希尔改也参加了研发工作 由于身体素质异常优秀 非常符合暴君的研究标准 所以有很多暴君都是通过希尔改的克隆体来进行研究和生产的 也就是说 希尔改也可以称之为暴君之父 希尔改看出了威斯科想要逃离研究所 就质问威斯科 说身为安布雷拉的干部 现在养成所病毒泄露 你不去为安布雷拉进化养成所 恢复人才培养 反倒自己比谁跑得多快 这是什么意思 威斯科淡立的告诉希尔改 说养成所已经大势已去 还是炸的比较好 他已经安排了爆炸装置 所以才要跑路 希尔改提醒威斯科不要忘了他就是个弟弟 不要那么任性 然后希尔改就安排了伊万暴君来教育教育威斯科 伊万型暴君即T-103的升级版 也就是生化危机2中出现的T-103的加强版 相对于T-103 伊万型暴君更加智能 可以更好的服从和执行命令 而且还会使用武器 甚至当多个伊万暴君组队的时候 他们还会协同作战来执行任务 毫无疑问现在的威斯科是无法战胜伊万暴君的 不过威斯科知道威廉已经启动了自毁程序 所以接下来只要脱够时间趁机逃跑就可以了 就在威斯科与暴君的战斗进入白日化的时候 自毁程序被启动 威斯科利用爆炸产生的烟雾成功摆脱了西二感和伊万暴君的追杀 在摆脱西二感的追杀后 威斯科就立即去与STARS阿尔法小队会合 以搜救BRAVA小队为由 引诱他们进入危机重重的死兵赛洋馆 开始执行他邪恶的计划 感谢收看重返游戏 喜欢的朋友不要忘了关注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